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在对中国的正式访问 他与中国签署了一项为其三年的行动计划 目的是落实过去的协议并探索新的合作形式 这次访问旨在重置双边关系 特别是在意大利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后 尽管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加剧 意大利仍然希望吸引中国在汽车制造等行业的投资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突发事件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聚焦一则引人注目的国际新闻 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了一项为其三年的行动计划 旨在重置双边关系 这一消息的来源包括环球邮报和美联社 我们将通过详细的分析与评论 为大家带来深度解读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 在对中国首都北京进行正式访问期间 与中国签署了这项三年行动计划 此计划旨在落实过去的协议 并探索新的合作形式 以在当前全球复杂的局势中发挥积极作用 梅洛尼表示 这些努力不仅在双边层面上重要 更在多边层面上具有深远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梅洛尼的此次访问是在意大利退出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几个月后进行的 作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标志性政策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建设全球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 来促进全球贸易 并加深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意大利在2019年决定加入这一倡议 当时被视为中国在西欧取得的一次重要政治胜利 然而意大利后来表示 预期的经济利益并未实现 反而引发了与其他西欧国家和美国的摩擦 尽管如此 意大利仍希望与中国保持强劲的经济关系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 意大利主要汽车制造商Stelantis 与中国电动汽车初创公司Leap Motor 在今年5月宣布成立合资企业 计划在欧洲销售电动汽车 这类合作显示出意大利对吸引中国在汽车制造等领域投资的浓厚兴趣 然而中欧双方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 今年7月 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37.6%的临时关税 成为中欧贸易紧张局势的象征 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试图在11月初的最后期限前达成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中国对欧洲猪肉出口启动了反倾销调查 这一行动被认为是对欧盟征收电动汽车关税的回应 梅洛尼于上周六抵达北京 他曾与中国总理李强举行会谈 并在去年9月的新德里纪20峰会期间与李强会面 在这次5天的访问期间 他还将参加一个由意大利和中国商界领袖出席的论坛 进一步推动两国的经济合作 从不同角度来看 这次访问及其签署的三年行动计划背后 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多重利益纠葛 首先 从中一两国关系的角度看 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显著的外交转向 这让人质疑意大利未来如何在中欧关系中定位自己 这次三年行动计划的签署 显然是意大利希望在退出一带一路后 通过其他形式继续保持与中国的紧密经济关系 同时避免引发更大的地缘政治摩擦 其次 从欧盟整体与中国的关系来看 电动汽车领域的摩擦 反映了双方在贸易保护主义与市场开放之间的矛盾 中国电动汽车 以其价格竞争力强劲地进入欧洲市场 激发了欧盟的保护主义倾向 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 和中国对欧盟猪肉出口的反倾销调查 则显示出双方在贸易政策上的对抗和博弈 再者 从全球经济的视角来看 众益合作的背后是全球供应链和投资流动的复杂交织 随着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 各国都在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伙伴关系 以确保在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意大利与中国的合作 无论是在电动汽车还是其他产业 都是在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合作机会 总的来说 梅洛尼此次访华并签署三年行动计划 既是对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后的弥补措施 也是对众议未来经贸关系的在定位和探索 面对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和经济不确定性 意大利希望通过这种务实的合作模式 既能吸引中国投资 又能在欧盟与中国复杂的贸易关系中保持平衡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通过我们的详细分析和评论 大家对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三年行动计划的背景和影响 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正忙于一场外交马拉松 他的目标是与中国重制双边关系 在他访华期间 意大利和中国签署了一项为其三年的行动计划 旨在落实过去的协议并尝试新的合作形式 这就好比两个老朋友在经历了一些误会和争端后 决定重新坐下来好好聊聊 重启友谊 梅洛尼的这一举动 背后其实是因为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战 让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取得象征性胜利 然而 意大利却表示 这项倡议并未带来预期的经济利益 反而引发了与其他西欧国家及美国的摩擦 这就像是买了一张彩票 结果期待中的投奖并未中到 反而还引发了一些家庭内部的争议 尽管退出了一带一路 意大利并未对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关上大门 尤其是在汽车制造领域 意大利仍希望与中国保持紧密合作 例如 意大利主要汽车制造商Stalantis 已与中国电动汽车初创公司Lib Motor成立合资企业 开始在欧洲销售电动汽车 这就像是两家公司在电动汽车这条赛道上并肩作战 一同追逐市场份额 然而 电动汽车也成为中欧贸易紧张局势的象征 欧盟在7月初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征收高达37.6%的临时关税 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试图在11月初的最后期限前解决这一问题 在双方贸易摩擦的背景下 中国对欧洲猪肉出口展开了反倾销调查 这与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时间几乎同步 这就像是你打我一拳 我也不甘示弱地还你一拳 两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 然而 这些争端并未阻止梅洛尼访华的脚步 他于周六抵达北京 并与中国总理李强进行了会谈 还将参加由意大利和中国商业领袖参加的论坛 总的来说 梅洛尼此次访华的目的是 试图在欧盟与中国贸易紧张的局势下 为意大利找到一条经济发展的新路 他希望通过重新设定双边关系 能够在汽车制造等领域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 这一举动充满了政治智慧和经济考量 尽管道路可能充满挑战 但梅洛尼显然已做好了迎接这些挑战的准备 这就像是在一场复杂的棋局中 梅洛尼在仔细权衡利弊后 果断地落下一子 期待能够扭转局势 达成双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